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2017KPL春季赛常规赛的比赛直播现场 我是主持人珍妮 现在站到旁边的就是来自JC的队长Alor了 来 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JC的Alor 那今天JC的表现非常不错嘛 2比0战胜了SC 尤其在第一场的时候JC更是零封了对手 而且第一场的时候Alor也是拿出了自己的花木兰 确实也看得出来整场这个节奏都带动得特别的好 而且可以看出来你们队员之间都非常有默契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训练赛当中就是这么有默契吗 是的 我们一般训练赛就是练默契的 训练赛就是来练默契的 但是你同样作为这个队长嘛 那你们平时队员会不会发生纠纷或者是有心态爆炸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办法去鼓励他们呢 一般他们心态爆炸的时候我都会鼓励他们嘛 怎么鼓励呢 干嘛不要急啊 只是训练赛而已 然后都都改进吧 只是训练赛而已 确实GC每次在K票上面的表现都很不错 很稳嘛 表现的 而且其实Allure他是算英雄池非常深了 在GC当中是充当一个补位的角色 经常是打一些辅助啊或者上单啊 甚至连射手都有触及 那我想问到你平时是怎么样去练英雄的 你觉得一个英雄要练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拿上赛场呢 平时嘛就多玩吧 然后的话觉得能carry的话就可以上场了 什么样算能carry 就是MVP嘛 打出来一定效果了 啊 就平时在训练赛当中能打出MVP 你觉得就可以拿上K票了对吗 嗯 是的 嗯 那也是感谢Allure接受我的采访 也是恭喜到GC今天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同时呢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上微博 关注K票王总人要职业联赛 在置顶微博里向你喜爱大神进行提问 他有可能就会出现在赛后采访哦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